星雲大師啊 有一天就跟我們召集過來 他說佛光山已經經過五十年 那接下來佛光山的未來五十年 我們怎麼樣子繼續 這個等於剛才你們 關心的佛光山未來的走向 大師就跟我們講 佛光山將來要朝教育文化學術 這一個藝術還有體育 還有資訊還有音樂 要朝這幾個方向去推展 各位媒體朋友 今天來到這裡有沒有看到 雖然昨天是下午五點 這個星雲大師 這個就是圓滿他的一生了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 當你們早上九點來到這裡 佛光山一切盡然有序 我們全部就序完畢 然後媒體朋友過來 好 我們就很大方的接受 大家的採訪 所以剛才您所說的 就是我們都一切都有很好的安排 那另外呢 佛光山都是有制度的 星雲大師常常告訴我們 要集體創作 要制度領導 要非佛不做 違法所依 那種種這一些就是平常都已經告訴我們 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那佛光山都是謹尊星雲大師這些教會一一去處理 佛光山的副文有三部 就是說不適合這智商委會等等 這樣做的用意是什麼 我想星雲大師啊 他生前也其實告訴我們 任何的事情都一切崇潔 尤其我們是平生嘛 一切都是用簡約的模式 來面對所有的大眾 剛才這邊好像有個媒體朋友 沒問題大師有沒有在寫之前 有特點凝聚在那邊 那個我想我會請我們人間福報 他有在有一本書叫做平生 有話要說 他其實在第40章的時候 叫做真誠的告白 那麼這次星雲大師很早就把這一個都寫好 那這一個真誠告白等於就是他的遺囑 那所以我會請我們福報 剛才接待你們的媒體 他把這一個資料再交給各位媒體朋友 這樣好嗎 裡面有很多他的話 那當我記得還有一件事 我也先跟你們報告 在2016年就是佛光山的開山50周年 那麼星雲大師有一天就跟我們召集過來 他說佛光山已經經過50年 那接下來佛光山的未來50年 我們怎麼樣子繼續 這個等於剛才你們關心的佛光山未來的走向 大師就跟我們講 佛光山將來要朝教育文化學術 這一個藝術 還有體育 還有資訊 還有音樂 要朝這幾個方向去推展 那麼有沒有發現到他好像是突破傳統的模式 那後面大師講了一句很重要的話 要擴大人士的參與 也就是說讓社會大眾都能夠來認識人間佛教 共同去推動所謂的做好事 說好話 存好心 給人信心 給人歡喜 給人希望 給人方便 然後大家共同去造就一個什麼樣子的幸福社會呢 就是叫做自心合躍 家庭合順 人我何盡 社會何協 世界何平 因為你能夠推動三好 就是叫做人人行三好 世界會更美好 我想這就是大師的一個心願 希望我們不但是出家眾 還有這一個在家信眾 共同來推動的一件事情 每一個人都有所謂的生老病死 但是星雲大師他把生老病死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明 叫做老病死生 意思是說人死了以後他還會生 生了以後他又會死 生生不息 循環不移 那麼星雲大師他還告訴我們 將來呢 來是他還要做一個和尚 也就是說在生死輪迴當中 他是自由自在 沒有任何掛礙 他說啊 我沒有病耶 他說我只是活動比較不方便而已啊 他說呢 我的內心裡面是自由自在 我很歡喜 我是與病為有 柏光山 開山啊 星雲大師 他的年齡已經有97歲了 那麼生辣也就是說他出家的這個時間 也已經有85個年頭 那麼甚至於呢 出家受戒 就是出家人一定要經過一個受戒 也已經有82個年頭 那麼來到台灣 弘揚佛法呢 也已經有70個年頭 他這一生啊 弘法 真的他的貢獻是無可限量 那麼昨天啊 也就是2月5號 農曆的正月十五 下午五點的時候 在我們眾弟子的念佛身中 安詳的四集 那麼我們非常感念我們的師父上人 這麼樣子疼愛我們 也疼愛所有的眾生 那麼也謝謝各界 從昨天晚上一直到現在 不斷的關心 不斷的關懷 在這個地方我先代表佛光山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好 那好像我有聽到媒體朋友 想要了解一下家師的一些生病的過程 那麼我想啊 每一個人都有所謂的生老病死 但是星雲大師他把生老病死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明 叫做老病死生 意思是說 人死了以後 他還會生 生了以後 他又會死 生生不息 循環不移 那麼星雲大師 他還告訴我們 將來呢 來世他還要做一個和善 也就是說 在生死輪迴當中 他是自由自在 沒有任何掛礙 那麼我們都知道啊 人都會有生病 也都會慢慢的衰老 那麼我們也問 我們的師父上人啊 老了病了以後 我們應該怎麼去面對他 那大師啊 跟我們說了一個 讓我們非常感動的一句話 他說啊 我沒有病耶 他說我只是活動比較不方便而已啊 他說呢 我的內心裡面是自由自在 我很歡喜 我是與病為友 那麼他常常還告訴我們啊 或是告訴信徒啊 他說啊 我要用生命啊 祝福每一個人啊 願你們每一個人 都能夠幸福快樂 平安健康 我想這個就是星雲大師 他面對病苦的時候 他內心的一個寫照 而且呢 不只一次跟我們說 有時候我們看到他 在跟客人見面的時候 客人也都是很關心 家師的一些 生病病苦的事 他都一樣用這一句話 甚至於我本身是 我們佛光山有一個叫 青年團的執行長 他對年輕人也是在說這一些話 所以他的一生啊 真的是不但貢獻無數 他心靈上面的那種豐富 讓我們真的是非常敬佩 所以今天星雲大師 雖然離開我們 但是他所有的言教 都深深的刻印在 我們的內心裡面 所以今天各位媒體朋友 啊 過來我就特別把家師的 跟我們尊尊教會的這些看法 跟大家做一個簡單說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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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